就有講過啦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有關那個PDF VBA怎麼樣把那個Excel 全部都轉成PDF 那這邊當然如果你有興趣 同學你可以把這個範例檔下載下來 然後呢相關的程式碼 其實我在這邊也有 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有沒有 貼上來之後 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比如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要轉的檔 放內檔是在這邊 然後呢要轉到哪邊有沒有 轉到比如說我放在 假如說桌面上有個建一個PDF的目錄好了 然後按確定 如果你把剛剛的程式 從雲端上把它貼上來 其實就是這一段嘛 然後這個是選取來源 選取轉出的 那你接下來就做什麼 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怎樣 全部自動幫你一個一個幫你轉出了 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範例 當然你也可以再改寫啦 比如說改成什麼 改成轉成CSV啦 XML啦 或者轉成Word啦 不過可能還是細部的部分 還是要再做修改 當然可能要轉很久 那裡面轉出來的話 最後就會在桌面上那個PDF裡面 可以看到轉出的那個結果 看到你可以再選擇要不要列寫出去 我想大概是這樣 其他這個東西 我講過了 就是短時間裡面 你應該是不太可能速成的 但是需要很多的累積啦 所以按部就班應該沒問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 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OK 好